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MYHK的座馆 岳鱼在这里 岳鱼在这里 不如说说我们的成长岁月 我通常问嘉宾 尤其是女嘉宾 特别仔细一点 你也不用问得这么仔细 成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 我觉得出生或成长的时候的玩具特别多 你想想那时候我们是70年代 有数家玩具 玩棋 射枪 铁机下人 有模型 超合金 类型是很多的 我今天收到一个消息就是 玩具反斗城都宣布要提早破产 是的 早两天的消息 那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 你想想为什么有这么蓬勃的时间 那时候我们有这么多东西玩 启发我们的思考 各方面的东西 现在那些年轻人 为什么会令到玩具反斗城都要收工呢 是 因为我们多了网上的网上的 网上的东西和手机 他们现在基本上不会玩实物的玩具 不会玩实物的玩具 他们基本上是拿着手机 对 玩虚拟 虚拟的东西 是的 打机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人类的史上最幸福的小孩 人类史上 哪有这么多玩具 我不敢这么说是不是人类史上最幸福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说 我可以这么说的 是的 真的很多玩具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有讲一些历史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七十年代 即是你长大的年代 我没有了 我出自这个穷等人家 是不是 我和我家里我妈管得很严 所以没有玩具玩 为什么你会这么着手 就是因为第一 就是那时候中国穷 很多那些低廉的所谓的玩具 就是由中国入口 对不对 就是来香港销售给你们的 好像有玩具枪 那些鸡仔在走着 对不对 那些什么 什么鸡鸡鸡鸡 对不对 另外一件事 因为那时候曾经何时 香港也是一个玩具出口大刀会 没错 做了很多玩具去外国 销售外国 每年的工展会就见到很多这些 没错 这个也是 那些卖不完 或者卖剩货 或者次货 也有益中我们 是 另外 接下来就是第三层 就是外国的 譬如日本 它刚刚开始做了一些超合金模型 你知道日本人做模型的 挺精细的 对不对 开始在七十年代中后期 就入口了 随着卡通 对不对 三一万能核 鐵甲万能核 无面超人 对 对 小路宝 小路宝 大家可能未知是什么 小路宝 几十年人 不曬那人真的得仔 以为粗口 所以 你说得对 在那个年代 很多实物不同的玩具 模型 枪 我记得我当时中学 要互动有互动 玩独家村有独家村 很多东西 还有很原始的东西 你很原始 可以玩跳飞机跳绳 七瓜波 八公仔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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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枪 对 由很原始的农家玩具 农村小朋友玩的玩具 到很现代化的玩具 我们香港当时刚刚 因为经济起飞 恩恩太明 很蓬勃 所以什么都有 所以做小朋友很幸福 那大一点 那又怎样 大一点就出角了 你是中三 中三走了 中三走了 就是那时候 所谓中英会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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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是最大的男生 就是 你是家里的大哥 对 对 过了中三 就决定要放我出去 就是希望 如果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不回来 就不回来 那些东西 就是在海国接受教育 那当年就 会和很多朋友 就是开始少年 少年时期 就是交朋友 有群党那方面的东西 就是开始习惯了群体的生活 就是去到加拿大之后 是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玩什么玩具的东西 就是去户外活动 比如踩skate 流冰 是 踩单车 最多 做这些东西 打球 打球 是的 好 那我们先听一首歌 这首歌 可能是你当年时 不知道做年轻人的时候 有没有做这些东西 有的 真的有的 每个周末都做这一样东西 十八岁打后之后 十八岁打后 这首是TVB 流氓皇帝的策曲 黄尖作词 顾家辉作曲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很喜欢 有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一群人在一起 齐齐齐齐齐 呼频结友 打边炉 吹酒 就是我很想望那种 水壶转 聚意堂 那种大家大碗酒 大块肉那种的本曲 但是大了之后 其实就开始越来越不喜欢 因为我发觉 越人多越围老 就很麻烦 就是是非在那里走出来 就变了很多酒肉朋友 其实就未必需要 就是中国人有一件事很稀奇的 就是太喜欢利用饮饮食食 去交朋友结友 然后就呼应到底 就是酒肉朋友 是的 就是用酒肉口腔期的满足感 而把朋友凌鸽了朋友的质量 其实朋友 我和你一天都不见一个电话 WhatsApp都不会 但是见到面的时候 因为看相同的价值观 就可以立刻去做事 因为大家尊重那种的质量 是的 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我那种当时饮食 就是瘋 违牢 很开心 那种的气氛 就挺好的 是的 我明白 因为你年轻 年轻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中学时期 现在我们也是 就是说年轻人 你中学大学 认识的朋友 比较交得久一点 因为大家无拘无束 可以互相XXXY 对不对 那么大了之后 你认识的朋友 其实不一定是酒肉的 但是问题就是 年轻人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Jordan叔叔 趁机会 即是说 其实你交朋友 年轻也好 年龄也好 年龄也好 就是要交一些叫做 不只是嘻哈哈 就是表面出来 跟你嘻哈哈的 就很容易 我经常说 尤其像岳鱼 也有些名气 是吧 你又台长 肯不可以给一个节目我做 或者很多人拆你鞋 是很自然的 问题是 你要结晰一些 大家有一个 同等价值观的人 大家的价值观追求的 我想大家经历过2014年佔领之后 大家会明白什么一回事 对这方面 没错 可能之前大家都是喝喝吃吃的 2014年佔领之后 就发觉 原来大家的看法是南沿北撤 所以交朋友很重要 就不是在于这个人 新光颈漂亮 又或者这个人双色满天下 这个人又有钱 这个人又出名 而是要找一些 跟他的价值观 大家是相近的人 相近的人 相近的人 对 所以物以類聚 物以群分 尤其是年纪大了 时间开始倒数 即是再浪费 喝吃吃吃 其实就觉得很厚康期 低层次的一种满足 以及很浪费生命 对不对 即是你到了年轻的时候 你不觉得 因为有很多时间 你到了一把年纪 你会发觉 真的好似我们的年纪 丑样一点的女人 不必找她 不要买来 不要买来 你找她 她有很多时间 好 喝吃吧 鄭小青 倒入词 喝吃 喝吃 吃 吃吃 喝吃 吃蹩 喝吃 Miss 闭 就 hipp 会要情 饮食 恩与情 今次尽情 人人确提高兴 大众调提高兴 饮都连卖情 你怎么可以吃 饮都连卖情 无人会会吃 饮食 饮食 紧要情 酒凉就要饮都情 饮食 别要情 会莫停 饮食 气势情 一个一个都要情 饮食 饮都情 今次尽情 饮食 大众调提高兴 绝对无话稳定 饮都好开心 醉了才究竟 饮食 饮都好开心 四边两处凌晰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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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跟我越高兴 饮食 整个肚是麻痴 饮都混合 多都不会停 饮都混合 多都气息 饮食 大众调提高兴 饮都不办 饮食了 饮了 不如说说你在加拿大适应有没有问题 其实有的 我今次回到以前30年前的时间 即是今次去主教 这次回去度假 今次去 虽然我是加拿大人 但我在那边没什么立税 我是K.Millard Macedon 所以送我女儿回去读书 其实我是要付钱的 我也不想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比如用我爸爸的地址 用珍惜的地址 去作一些记录 你明白吗 就是不舍做这些事情 我在跟香港很多很多的 持有加拿大户照或美国户照的人 就吵架你们 很多人就专门用这些行为 就是拿人家来草莲大的好处 拿人家的护照 出入自如之余 就没有人给他一元钱的税 接着你就扔回孩子 回去拿好处 拿医疗 卡卡 那你跟大陆人有什么什么分别呢 对不对 这个就是做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这个就是价值观的 那我说到Feed in的问题 Feed in的问题 就是我这次也看回他们 虽然你吊架他们是左膠的 但是他们做很多的事是很照顾现在这些小孩的 跟我去30年前那时候 照顾Overseas Student的课程 已经进步了很多 当然当然 是的 他帮你申请什么东西 有Apps 教你在哪里住 你打个地址进去 你怎样上学 教你搭什么车 有的 但也都相对地令到这些小孩更加fragile 但是那时候呢 我要确保自己Feed in的问题 没有人会教你 我见过Council两次 一次是报道 一次是交学费的 是的 我明白 你明白吗 我也是的 你也是的嘛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些这样的事 你见不到嘛 那些就不会理你的 还有就算我们一年 这个也是那个问题 就是左膠的 所以我经常说人生记住一个东西 这个世界是真的的 你不要以为说很多人 现在今天可以 照顾你 是一件好事 未必一定是好事 你明白吗 因为我们的年代 譬如我那时候去英国 是 你是有个所谓Councilor 就是他可以帮你 但是你自己不会想着 你成年人 十几岁 你还想着 尤其是一个男生 你还要想着 哎呀 我很寂寞啊 我可不可以叫你 你不会的嘛 现在那些Councilor是直接跟你谈心事的 我知道 晒高了 还可以帮你手的 一方面就是左膠 一方面当然他的社会又有福利 所以进步了 走得很前途 社会是进步了 但是什么是去到应合理的程度 什么是过分了 没错 什么都说 哎呀 你没事嘛 你小小时去又 哎呀 你没事嘛 哎呀 你不要哭啊 我不是你啊 我叫你哭啊 我叫你哭啊 你变了就 那你个人不是经常都 你的心理的智商是永远长不待的 永远是很低的 永远会哄和批发你 你变了其实是一个小朋友 没错 有一些任务的冲击 你就很愿意脆弱 人生 我经常都说 记住 人生 伐利文 为什么我这么佩服他呢 他说了一句 很简单的说话 将整个人生说出来 这个世界是什么 没有免费的午餐 OK 这句说话 如果你对经济学有认识 或者你对人生有深切的体会 是在这句说话里面说了很多 是啊 是不是 就是有人照顾你 是不是好事 表面看可能是 但是去到哪个位 即是连饭都要喂给你吃的时候 变成你其实就是一个 你是一个废人 是吧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什么都要自己摸 我最记得有一些 令我很确定的制度出来 就是我那时候还没习惯 香港大的人 还没习惯冰天雪地的时间 是 我一次是匆忙地起床 睡多了 洗了头 是一條士多啤梨的啫喱 拉出來 血 因為它凝結了 拉出來的時候 你感覺到Sinus對上的天靈角 好像有一條蛇仔 整條幽靈都拉出來 嘩 做什麼事 我是不是連腦袋都拉出來 但你在溫哥華 那時候在Toronto 我在Toronto 我在Toronto讀高學 你想想Tough 可以零下40度 那次是27度 你是Tough到這樣 那我的肩 鑑岸性格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沒錯 因為人一定要經歷過風霜 等一棵樹 你要經歷過風的吹 吹殘 那你的根才絕狀 吹來吹去都不能斷 你就可以夾起來 如果不是 我也試過 當年我也是 因為我去有一年 在聖誕節的時候 去加拿大探了一個朋友 也是這樣 東岸 是啊 就是這樣 因為我當時在英國 後來去了加拿大 我出現 又好像你說 他打給我 Christmas 你有沒有工作 我沒有工作 他說你留在我家 那時候我住的地方 和他去的地方 可能十分鐘走路 我懶惰 你知名聽 懶惰 我懶惰 我在英國零度 我只是穿一件襯衣 是 那我不覺得 但是你加了Windchill就很嚴重 是啊 嘩 然後耳朵就是 痛 痛 我最初都不知道 後來進了屋 發覺整個耳朵都滾了 吹得 那一晚耳朵是痛 幸好後來 早發覺 如果不是真的 冬疆會掉 是的 所以這個很難 但是你想想文化衝擊 就是聽不得別人說話 吃的東西也不習慣 當時廣東話也不習慣 真的這麼多 是的 朋友也不習慣 其實可以說 如果我女兒今次過去 因為有這麼多人 設定了這麼多路給你 你配合是容易 她會得到的資訊 以及她可以在社會裏面 所以當時了解更多的速度 一定會比較快 肯定 但是我以前的事情 就是撞回來的 那這個經歷 是另一種經歷 當然 因為我這個節目也說 你現在的劉河經驗 和我們以前是不同的 是 你現在立刻可以 我嫁著媽媽 立刻可以WhatsApp 或者在網上 立刻看到媽媽 是嗎 媽媽你還沒睡嗎 是 那我們的年代打長途電話 我不知道你是否 我那時候 我告訴你 我一個人很懷疑 我懶得寫信 那我阿公很欠收到我的信 那我過去之後 我經常都沒有寫給她 說我寫了 記不到 不見了 說謊 到有一次 即是近年新年 我問准個Permission 打長途電話 那時候很貴一分鐘 十幾元一分鐘 二十幾元一分鐘 打回去 其實說話都是急口令 就這樣 這樣 我覺得很奇怪 我跟她拜年 祝禮奴馬精神新一年 很關心你 然後她不讓我說話 她說了很多愚重心腸的事情 將來要怎樣怎樣 要怎樣 要用心 好像交代很多東西 那樣 我問你這麼奇怪 阿公你怎麼說這些 我暑假回來 阿公 到時我會跟你去喝奶茶 我阿公很喜歡喝奶茶 然後說完就收線 那時候是年三十晚 年初一 我都忘記了 但是年初八年年初九 阿公我走了 那次我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不想再說謊 而且是一個幸運 亦是不幸運的故事 幸運的就是我終於跟她說了 幸運的就是 不好的時間就是 我真的沒有寫信給她 明白 這些是遺憾 說到這個遺憾 聽一首歌吧 這首就是天龍決的拆曲 榮樂香港電台80年度十大中文金曲獎 黎小田作曲《盧國尖》電視 本來是阿關政杰主唱 後來余安安都唱過 為什麼你要選這首歌呢 這首歌是 我很記得那時候在香港看天龍決 那時候白標中了萬子良的劇讀 死亦都捱回去見附青書 如果她沒有用我的記錯 即是阿余安安 那時候說 我日出之後可以避了這一劫 即是皇帝也放過我們 然後被她退隱江湖 那女生很因為可以跟她喜歡的人 以後可以雙促雙妻 笑號江湖 不用再理會那些恩怨的事情 但是奈何了 白標是毒法 而阿余安安又不知道 然後接著就播這首歌 到她了解到白標死的時候 就是遺留一個很殘缺的美夢 那我意境很好 沒錯 在我的人生裏面 我們也有很多殘缺的以夢 那人生一定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要經歷過這些痛苦 人生要酸甜苦奶 你才知道人生的好甜 要懂得珍惜 你知道曾經經歷過和阿公 當年的一種遺憾 現在就懂得和女兒之間保持聯絡 或者是嗎 我這些刀口上的生活 隨時被人抓去洗頭艇 不會的 你要多一點頭髮才要 你好像我那樣的頭髮 就差不多 你還要長長一點 OK 很久沒輪到你 不用擔心 好 聽聽這個新版本 有黃耀明主唱的 2016年的版本 看看你喜不喜歡 我們要看一看 可以不喜歡 對 有可能 手拍會 打開 那一點 還有跟不是 你會兒的 小乃 然後 小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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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明的《残夢》 新的版本 你讀書後就升學大學 大學回到西岸 去蘋果 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東岸和西岸兩個很不同的地方 二十多三十年前的蘋果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城市 Toronto是很緣地區的 高樓大廈、Highway等各方面 而蘋果是比較小的 我回到進去最怕有一樣東西 就是Vancouver的Groomy的秋天 他們的秋天是把你的情緒指導按到很低 每天都看到灰天 灰毛下雨 然後你剛下課 例如在campus去拿車 不是吧 晒晒了 已經是四點半了 已經是黑了 你很令人失去陽光 就很容易被疲惹 那個時期就是 特別是有講中間的考試 很低的 那時候有些朋友都在Toronto那邊 又是要學習另一次的 重新的開你的社交圈子 這個很正常 人生你不可以跟別人的接觸 是的 而且你一定會有 你剛剛第一節說起你的女兒 我其實也說這件事 我也跟她說這件事 其實人生每一個階段 你都會去到不同的新的環境 是吧 你從一個環境 譬如從家裡 在家裡 每天做嬰兒的時候 對著父母 然後讀幼稚園 那你很多人 第一天上幼稚園就哭了 是吧 但當你回到幼稚園 可能兩個星期 你又認識新朋友 你很開心 是吧 旁邊的B女兒 你很喜歡他 想跟他拒嘴 好了 怎知道讀了兩年 你又升上小學 有一個新環境 是吧 小學又有不同的先生 不同的同學 好了 一年可能升上班 又會見到不同的人 好了 然後又中學 中學又大學 那你大學出來工作 你也是的 你是轉不同的公司 新的公司 有新的挑戰 又會跟舊的朋友 或者說再見 其實人生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 我真的看美劇 我想你有看 有一點 美劇是很流行一個季節 而美劇的季節 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它會有一些主角 會跟著主角一起走下去 但也會每一個季節 侵入不同的人 或者有些人就走了 或者有人就永久消失 明白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我很痛心 有一件事 就是每逢我到每次的聖誕 是 每次的聖誕 我就會總結 今次認識了多少人 是新的 有多少人翻了桌 或者是逃跑了 我就在想 其實就好像 季節結尾 就是這樣 就是今個季節 可能季節三 Jordan又來了 現在沈國成又來了 他們會不會在季節四 或季節五 不可以見到 我很害怕這些東西 你明白嗎 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隨時被人 請洗頭頂 不見了我 然後你就讀完大學 你其實是八九萬萬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在Vancouver 在Vancouver 那時候印象深刻 深刻 因為吳爾開啟 吳爾開啟 他來過我們 家學校去演講 那時候給我一個感覺 吳爾開啟是一個 非常了得的棄子佬 為什麼呢 吳爾開啟 說了那天途中 他暈倒了 那時候的學生 就有很大的事情 為什麼他暈倒了 我看著他暈倒了 因為他說他太奔波奴 因為血糖不夠 身體很虛弱 所以暈倒了 但是學生 真暈倒了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當我現在看回吳爾開啟 已經完全不是那樣的事 我現在就這樣說 他棄子佬 說他早起 其實我們也不排除 他當時真的特意暈倒了 他博人家的同情 各方面的事情 分明 之類之類的事情 你知道鬼佬很開心 是不是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見到他暈倒了 暈倒了 好 那這個值得聽聽 當年在八九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 當時我記得去中國大使館 去抗議 當時圍著他 很多人去抗議 是的 這件事也是近年 就是中港大使 八九民運 我想每一個香港人 當年經歷過當年的情況 都應該知道 而我的大學是不錯的 我的大學 一直都是挺反共產黨的 是嗎 而且他也是第一間北美洲的學校 要做要教廣東話 他教廣東話 因為他覺得廣東話是一個language 現在的Mandarin 或者普通話是太強勢 而他們這種的強勢 是一種不友善的Hostile的存在 是要威脅到廣東話是會不存在的 因為他是有策略地去滅廣東話的聲音 所以UBC是特意有些教學 是開始了這件事 是教當地人 或者教一些本地的華人 學生是可以學廣東話的 是 這是好事 好事來的 你是加拿大人的integrity 我覺得北美洲的那方面 是比美國人高的 一點點 可能剛好你說UBC也算是OK的 看看有沒有阻交 是 看看有沒有阻交 但這次我回到另一件 最不開心的事就是 以前在蘭菇薄經常流連的脫衣舞 的strip bar 都沒有了 沒有了嗎 噢 OK 是 現在很痛苦 現在可能是因為網上的問題 可能是 因為這些人要拿療 你付錢就搞定 為什麼走去看 這個我的印象都很深刻 很喜歡去的 strip bar 是嗎 你很喜歡 一年一年二的一週間 就可以看別人的脫衣舞 我就沒有興趣 但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當時有一個女性朋友很漂亮 是 他有一個男性朋友去了參加 那些不是叫軍隊的 那些是類似冰團 即加拿大冰團 那是暑假 那個男生就認識我 他回到來 他又不叫他女朋友 他又叫我 就去脫衣 他跟另一個男人的 即是跟軍團的人在一起 他又找了我 他問我有沒有印象吃飯 我問我吃飯 我就一起吃 為什麼他約我去strip bar 我心想 不是這麼奇怪 有牛扒吃的 不是 即是中午 你明白嗎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strip bar 你晚上去的 我不知道 我自己就沒有印象 會不會下午去strip bar 他竟然下午 日光日白 去strip bar 我心想是那些 那些很猥瑣的 那些猥瑣老 十幾二十歲仔 是不是 大瓜女 必須要付錢給人家使用 應該別人進入我的褲袋裡使用 那奇怪 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 你當時有沒有 那些女生穿著特別的 Raw Drip 這樣出來跳 也有的 有牛仔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去到很少次 當然 沒有你那麼熟 所以我不肯定 他通常是三首歌 如果我沒有記錯 第一首歌就是快舞 沒有什麼可以脫脫 第二首歌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衣服都脫掉了 第三首歌就是曼舞 最後的最後一首歌也會脫掉 明白 大家 沒有經歷過多年這些 這麼精彩的東西的觀眾 可以聽聽我講 重溫一下 或者我們這些年紀 現在沒有了 等於香港的夜總會也沒有了 現在是的 因為你網上有很多東西 現在已經有那些叫Sex Store 是的 你以前不需要找女朋友 像我那些 性機械人 那些 那些 Dry 可以 Order 機械人回來 可以跟他聊天 什麼都可以 好了 又聽完一首歌 就是O-O-T O-T 不需要 今天特輯 這首歌作曲是《淤麟》 沒多久之前過世的《淤麟》 還有填詞的《盧國尖》 《麗的電視劇》 《軟花洗劍鹿》的主題曲 為什麼選擇這首歌呢 這首歌是那個時候哥哥做的武俠劇 而這首歌劇裡面 剛好撞正 無線 也有一套類似的 叫做《一劍震神舟》 那兩個大招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都是東營的劍客來挑戰通土的本土劍客 當年我就很印象深刻 兩邊都做同事的事情 看過差不多時候結束了 給我感覺到電視台的競爭的時候 是很特熱化 在兩個電視台當中的競爭 我當然學到很多不同的 Gradivity的事情 其實你們沒有競爭也沒有進步 是 也希望現在的網台界的人 少一些是非 多一些關注在你們的節目裡面 做好一些你們手上的東西 就是將我的訊息 傳送精準一點 給你的觀眾 這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這首歌 就是帶回出當年兩個台 特戶的時候的電視劇 是做不巧的那種感覺 回憶 回憶在這裡 這就是1978年 李隆基主唱的 《本花洗劍龍》 人生幾多濟雨未能逃避 明知一生裏面諸多痛楚 如果他招得到寶劍在手 讓偉於天下應是我 讓世間錯怪了我 誰令我帶淚悲哭當歌 悲哭當歌 亂世風遇多 讓劍風染滿了血 隨鮮花青世乾過 乾過不死 我只嘆奈何 如今 且把血淚輕輕抹乾 如今 今心接受似同錯 自古 兼黑為情深時多 誰知 傷心悲哭竟是我 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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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SIENT 遠遠 自古 兼黑為情生 竟由 Angeles